近日,有网友爆料,华晨宇曾在私下里给孩子做了两次亲子见地 此消息一出,迅速在网络上疯狂发酵 去知情人士透露,之前在网上流传的华晨宇张碧晨抱着孩子举牌拍照的照片 其实不是两人带着孩子上户口,而是华晨宇带着孩子做亲子见地 并且还做了两回 据爆料,华晨宇曾带着孩子在上海鉴定过一回 之后又在天津鉴定过一次 由此可见,华晨宇对好哥们张碧晨真的非常小心谨慎 在两人的协商下,孩子取名为华银晨 是父母双方各取一个字 根据网友爆料,虽然华晨宇大方承认孩子的存在 每个月还会支付无畏数的抚养费 但是,孩子却是由女方张碧晨带在身边抚养 华晨宇居然私自为孩子做了两次亲子鉴定 这到底是有多不信任张碧晨啊 都走到了亲子鉴定这个地步了 感觉对女方就是莫大的羞辱 为了让孩子可以顺利信华 张碧晨真的豁出去了 最后两人闹得一地鸡毛 还是架不住张碧晨愿意给他生 2021年华晨宇一则是的 我们有一个孩子 高调宣布孩子的存在 随后张碧晨也发长文表示 孩子是在2018年秋天怀上了 怀孕后的张碧晨一人决然地离开了华晨 以一人前往美国产子 并且在华晨宇完成不知情的状况下 独自完成了生产 并成功升级成了妈妈 据说华晨宇是在张碧晨生下孩子后 才知道自己喜当爹的 可以说保密工作做得相当不错 因为保密工作得当 再加上身材恢复很快 所以在张碧晨生子后 网络上就流传着许多捞女代孕的言论 之后张碧晨工作人员发文 从来没有这么荒唐地想过 有一天一位母亲需要通过运照 来证明自己生育过 真是无奈至极 还附上了张碧晨抱着孩子的照片 并透露这个孩子是为早产 33周的时候便匆匆来到这个世界上 张碧晨的一句 他字字未提喜欢你 你句句都是我愿意 他一句寂寞时候的回应 你却激动不已 也被众多网友猜测 是对本人情感生活的真实写照 华晨宇在对待两任绯闻女友的时候 也十分双标 在和张碧晨相处的时候 全程与哥们相称 在综艺 华晨宇完全展现出了大少爷的姿态 一旁的张碧晨看起来十分卑微 在对待邓紫棋的时候 华晨宇就变得温柔风趣的许多 还曾在颁奖典礼上主动Q起了邓紫棋 台下的邓紫棋更是笑得心花怒放 华晨宇在见到邓紫棋的时候 也是嘴脸疯狂上扬 幸福和甜蜜都快要一出屏幕了 在2020年7月份的时候 也就是张碧晨产子后一年 华晨宇还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 带有GM标志的水壶 似乎两人下一秒就要原地官宣了 在张碧晨产子消息爆出后 邓紫棋还专门发了一首名为 超能力的唱跳单曲 直言发现你没多单纯 疑似是在内涵华晨宇 歌词中提到了外星人 而放眼整个娱乐圈 和外星人关系最密切的 就是华晨宇了 还被称作火星弟弟 此外华晨宇本人也很喜欢说 不仅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发布 而且还在节目中 绘声绘色的笔着手势说 在采访中邓紫棋也表示 有给前男友写过一些歌 当邓紫棋被问到 结婚生子的话题时 他则是一本震惊的说 我觉得要先结婚 才可以生小孩 邓紫棋的这番言论 确实意味深长 就差报他俩的身份证了 在种种细节的加识下 张碧晨似乎成了卑微求爱的一方 而华晨宇则成了不管不顾的渣男 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有网友指出 张碧晨也并非外表那样 人畜无海 他不仅在未婚怀孕的情况下带球跑 之后为了孩子能和信华 而做二次鉴定 而且还曾是含于四大私生之一 还是一位偷别人内裤 动作片满天飞的好女孩 其实张碧晨未婚生子一直都有迹可循 早在2017的时候 28岁的张碧晨就曾在采访中多次提到 即便未婚也要生孩子 父母也支持未婚心运 并且张碧晨本人还迫切想在30岁的时候有孩子 生子后的张碧晨荣光焕发 整个人的气质和神采也变得温柔了许多 与此同时歌唱事业也迎来了高峰 华晨已在官宣当爹后 人气和流量依旧不仅当年 不仅收获了内娱法师的称号 还交到了新的女友 可谓是事业爱情双丰收 关于张碧晨和华晨宇的舆论风波 总是刮得没完没了 对此很多吃瓜网友都表示 有些消化不良了 但不管怎么说 孩子都是无辜的 希望网络上的流言蜚语 不要打扰到孩子的生活 也希望张碧晨和华晨宇能尽到父母的责任 好好地保护孩子的隐私 不要让有心之人无可乘之机